有一次腳割傷了 寇乃馨跪在地上幫妳貼OK棒 結果寇乃馨 她是不是把妳貼的OK棒撕掉 然後她說了一句什麼 超傷心的 她說什麼 她只說三個字 貼完了 真的 我跟你講我真的莫尺難忘仇和恨 你知道因為 那時候 她的大拇指有一個指甲會插到肉裡去 所以她常常就要去剪 然後每次流血我就覺得很可憐 我說我幫妳消毒一下 我寇乃馨喔 妳知道嗎 我的前男友們要知道我會做這段事情 應該下巴都掉下來了 我真的非常阿信的跪在她前面 然後幫她一點點用那個點酒消毒 然後幫她貼一個小小的OK棒 還可以防水的那種 我貼完以後自己覺得說 我怎麼會這麼閒會 因為她貼了一個十字架的意思 樣子 對啊 然後我這樣貼完以後 她不是要超感激 然後就把她臉捧起來 就親吻她之類的 然後她就這樣 她就看我貼 她連我都沒有看一眼 她看那個腳趾頭 然後我貼下去沒有兩秒鐘 她就啪 撕起來就說 貼歪了 然後自己再貼一次 哇哩 這輩子你都不會想再幫她貼了吧 妳沒有把那種黑棒 貼到她嘴上去嗎 真的很氣 請問重心電是什麼 重心電是平頭嗎 對啊 不是 因為 基本上如果你貼一個OK棒 其實因為我是一個 有一點美術潔癖的人 就是如果你是貼一個十字架 你貼一個十字架 因為我那時候我腳有點不舒服 因為我在家裡都要看到那個腳 如果你貼得不歪歪 其實我會難過 例如說我上車 我的手機要放在一個手機架上 如果它是歪的 我會心神不內 它撕起來的時候 我覺得我的心都被撕起一層皮了 妳也太戲劇化了吧 我會 因為我非常 我覺得從她剛剛講 我扣乃金開始就已經 我扣乃金怎麼樣 扣乃金怎麼樣 因為 你修鬍子的時候 你也很怕它兩邊是不對稱的 對 其實我修得很厲害 因為妳這下面是歪的啊 這變偏的啊 完了 接下來整齊 她的心情都受影響完了 你會害她今天整齊不自在 等一下整齊要想鬱子的問題 孫記者 你說在軍隊中的時候 你們兩個是屬於文藝青年型的朋友 就是會讀哲學書籍這樣 基本上因為國倫那個時候 可能是失戀的關係吧 對 對 所以她就這樣 微負心慈 強說醜鬥 對 她兵變的時候 有表現得非常消沉嗎 有有有 非常消沉 我有一次到廚房想要自殺 那是真的 就兵變的時候遭到失戀 我剛剛下部隊 我覺得萬念俱灰 我就跑到廚房去 我就說我現在拿到一把菜刀 我就要割完 那時候我還沒有信上去 你講這麼感人的話題的時候 你老婆會在補妝 她剛剛講的不是前女友的問題嗎 前女友 妳應該補妝 前女友跟妳的事啊 這個部分不要講太長好嗎 老師的脾氣很硬 有那麼硬嗎 真的 我了解她這種 她其實其他的個性 是 其實她是火爆浪子 可是妳是她朋友嗎 我跟她算是很好 她是我演藝圈最好的朋友 妳們倆聊得來嗎 她有願意公開這件事嗎 她不承認 但是我承認 所以是聊宗教還是音樂 我們都有聊 是妳死攀著她嗎 我沒有那麼用力 不會 我很喜歡小鐘 因為小鐘很可愛 而且她很努力 她很上級 她音樂怎麼樣 OK啊 還有 我曾經載她回家的時候 我還特地 因為我有寫歌嘛 我還特地放我的歌給她聽 她說 小鐘 這歌賣得出去 一定賣得出去 結果賣出去了沒 沒有 沒有 她今天要補充這句話 要把這句話說完 因為我其實有想休息一下 我想放空 但是她就開始放她了 然後她說 黃老師這首歌好聽嗎 其實我是覺得還滿順的 然後我就說 小鐘這一定賣得出去啊 那她就很高興 然後我們就結束這個話題 但是我還有一句 我吞下去了 什麼 如果有人賣的話 好討厭喔 怎麼辦 小鐘受傷害了 而且重點是還真的沒有人賣耶 對啊 不過但是說實在小鐘 所以你在騙小鐘 我沒有發現她 但是你寫歌真的比較好聽 我覺得 真的 要往近臉 還是小鐘會覺得 小鐘你跟國人吃飯 誰付錢 沒有 其實我們 因為我們一起有主持一個節目嘛 然後其實 我們那時候有吃宵夜的習慣 可是她現在已經把宵夜習慣戒掉 因為她在減肥 她在減肥 所以第一次說她說 小鐘我們一起去吃宵夜 我就很高興 然後她就帶我去吃一家非常高級的日本料理 牛壽司 那不便宜耶 你可能可以吃到台幣幾千塊 而且我那天我請她 她請我 她說小鐘 她說她那邊很熟 她點 我就很感動 我說其實黃老師這個是一個很大方的人 然後我想說不行這樣 她請我我一定要請回來 所以第二次說黃老師 我們也去吃日本料理 然後我也是請她 對 可是妳不是以少氣助名嗎 我就是請到比較評價的 可是吃飯的時候她都跟妳聊些什麼 我們聊很多耶 我們從 無所不聊 無所不聊 我們從節目聊到身體都聊耶 身體 我說我最低品尿啊 男人的身體都在聊 你怎麼這麼說 但是我覺得小鐘是 我覺得我看到他 其實我以前跟小鐘不熟 我也覺得跟這個人不會對盤 對 你為什麼跟每個人都要開始 都覺得不會對盤 因為我是一個很避俗的人 可是你是不是一看到蔡康悠 你就覺得你跟她是對盤的 是啊 我沒有講 為什麼她那麼容易受傷害 她每天都會記得 你為什麼 可是你說她私下 是愛講冷笑話的人 她私底笑 就是跟她節目上其實有點像 因為她講的就是 她講的笑話 其實我覺得我都很 就是裝笑 你是勉強笑的 對 小鐘你有在裝笑 你笑得很大聲耶 真的啊 譬如說看 上次蕭雅軒上我們那個節目 然後出專輯瀟灑小姐 她就說 那裡面應該有首歌叫 《瀟灑走一回》 大家就這樣 笑得在哪裡 她就類似很多次這種話 她當時說 應該要有一首歌叫 《瀟灑走一回》 然後大家都沉默嗎 沉默 你也不幫她接一些 讓她比較不會那麼難看嗎 應該捧個場吧 你不知道我怎麼接 你怎麼接啊 接著康永我覺得 我們挺入食在怒 不好意思 這樣就是很簡單